看惯了各种飞天遁地拯救世界的传统超级英雄后 不妨来欣赏一下这个80岁老头 用硬汉风格演绎的全新英雄模样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科幻动作电影《萨玛利亚》 很久很久以前 格拉尼特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哥哥叫萨玛利亚 弟弟叫聂默西斯 两人打降生旗便拥有无尽神力 因此被镇上民众认定成怪胎 为了灭除心中恐惧 民众放火烧了兄弟俩的家 两人虽然没死 但性情也有了很大转变 萨玛利亚原谅了居民 选择惩恶扬善成为正义英雄 聂默西斯则彻底沉现地狱 誓死要杀光民众为父母报仇 为此还铸造出一把复仇战锤 兄弟俩理念不合 最终爆发大战 这是一场史诗级的超级战斗 最终因破坏力太过强悍 两人双双陨落在了火害当中 传说已经过去很多年 但仍有人坚信萨玛利亚还活着 他便是萨玛利亚的铁杆粉丝小山魔 山魔今年13岁 是一个忠于正义的热血小学生 整日沉浸在梦境世界 幻想有朝一日能和偶像见上一面 可惜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 即便山姆妈妈每日辛勤劳作 可还是穷到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为了帮助家里减轻负担 山姆时常跟好友黑胖出去偷电线 然后卖到废品站补铁家用 这天 小哥俩又一次瞒载而归 却不瞧来到丧彪的地盘 丧彪是这一片的黑老大 为人嚣张狂妄 经常违惑小镇 梦想是成为像聂默西斯一样的恶人 不等小哥俩回过神 几个社会小青年突然找上他们 表明有大笔买卖要干 去不去全凭自愿 一听有钱客证 山姆想都没想便答应下来 小青年们打算抢劫一家超市 山姆需要做的就是吸引老板注意 在由他们动手偷走电力彩票 一伙人配合非常磨叽 但收获却让他们傻了眼 因为偷回来的竟是两箱薯片 一瞅任务搞砸 苍比尔青年立马甩锅给山姆 就在这个时候丧彪出现了 看着对方倔强模样 不由想到当年的自己 即使身处社会底层 也不缺少敢于反击的勇气 丧彪给了山姆两百大钞 算是对他的认可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果 不料第二天山姆就遭到脏鞭报复 一伙人围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万幸这时山姆的救星来了 脏鞭见状还想反击 结果反被老头摆完匕首一拳垂晕 望着老头潇洒离去的背影 山姆捡起匕首傻笑起来 因为救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隔壁楼的邻居泰叔 泰叔是街区的环卫工 经常捡破烂时与山姆相遇 因为长有一副高大威猛的形象 总给人一种他就是超级英雄的错觉 这次泰叔出手无疑震撼住了山姆 不由联想到传说中的那个人物 为了证明自己猜想 山姆又趁着泰叔出去工作之际 偷偷爬楼溜进对方家中 一顿翻箱倒柜 果然找到一堆关于萨玛利亚的简报 看着上面的详细内容 内心更加确信 泰叔就是萨玛利亚 随即将线索带回了家 晚些时候天空下起大雨 山姆刚和妈妈分享完这份喜悦 泰叔就气冲冲的找上了门 妈妈及时表明原因 才没让对方直接发飙 经此一事 山姆更迷恋泰叔了 经常缠着他问这文娜 泰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不想脏便的报复在这时来了 得吓坏的山姆赶紧上前查看 就在他哭着以为泰叔嗝屁的时候 奇迹发生 全身骨折的泰叔 竟然来了波自救柔术表演 随后熟练的冲回家中浴室 又狠狠震惊了山姆一回 这下他撒玛利亚的身份彻底坐实了 面对山姆质问 泰叔也没有噎着 告知自己受伤身体就会发热 这时候需要量东西冷却体温 若冷却不及时 便会心脏爆炸而亡 这件事过后 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知道山姆正义心肠爆棚 泰叔还有兴致的教他打拳 就在两人沉浸在这段美好时光时 另一边的丧彪已然开始了大动作 他带着小弟来到警局 二话不说就塞给警察一颗炸弹 借此时机又用电焊切开保险库大门 看着成堆现金丧彪不为所动 而是翻找出那把藏进许久的战锤 显然他的目的就是成为新的聂莫西斯 明明之间泰叔也好似感觉到了什么 拿到战锤的丧彪没有闲着 直奔受苦受灾的平民区 故意在这里引爆炸弹吸引注意 然后戴上聂莫西斯的面具 山洞吃瓜平民和他一起发动抗议战争 推翻无能政府让权力重回人民手中 一番慷慨演讲成功策反了平民区的民众 他们高喊聂莫西斯之名 开始无视法律在城中大搞破坏 此日一早媒体新闻报道了此事 山摩找到太叔意图让他去平息叛乱 但对方一心隐居不想关闻反监事 毕竟适当低调确实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这天山摩照常从太叔家出来 走到半路时被丧彪结上了车 来到贼窝 丧彪的女友还警告他一番 表明他们最痛恨的就是叛徒 事后丧彪教山摩吹口哨预防警察 可这傻小子学了半天愣是没学会 这时两辆神秘黑车进入贼窝 好奇的山摩偷偷尾随来到仓库 没想到丧彪竟与黑警还有所勾结 因为黑警自作主张 险些让他们计划失败 为了避免日后麻烦 丧彪开枪干掉了对方 被吓坏的山摩慌张逃离 结果半路又看见丧彪等人在欺负黑帕 这一次山摩没有畏惧 上去与几人展开交锋 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自己反被按着砸伤了手臂 丧彪推着晕过去的山摩回到家门口 不巧被太叔撞见 几人懵逼了 吓得拔退就跑 事后太叔将山摩送进医院 但此举没有受到山摩妈妈的感谢 他无法理解一个英雄 竟真能见死不救 另一边 苍彪将事情告诉了丧彪 丧彪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当即吩咐手下前去会回对方 此日一早 太叔照常上班 突然察觉有人在跟踪自己 他友好奉劝了几个小青年一番 见对方仍不听劝 索性直接动手开打 只有真正与太叔对战时 才能感觉到他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是子弹也无法伤其一根毫毛 片刻功夫 所有小青年就被揍趴下了 这一幕恰巧被吃瓜群众围观 太叔本想尽快离开这里 不料一个小青年又扔过一颗炸弹 为了保护吃瓜女孩 太叔只能暴力先翻车辆救下对方 很快这段视频就在网上疯狂传播 太叔自知平静日子已然不在 便落寞的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小区 与此同时 丧彪也看到了视频 如果说太叔是代表正义的萨玛丽亚 那么自己自然就成了对方的死对头 想到这里 丧彪不再迟疑 果断带上小弟去找太叔麻烦 一会儿人手持重型火力 找到太叔居住房间就是一顿吐吐 躲在家中偷看的山姆 不幸被丧彪发现 他和妈妈惊慌逃上天台 可还是被丧彪女友抓个正着 丧彪清楚山姆和太叔关系不浅 决定让这小子当诱饵引对方出来 另一边 太叔刚准备乘坐火车离开 突然想起帮山姆修好的表还没有还回去 等他再度返回小区时 见到的只有被打伤的山姆妈妈 得知山姆已被丧彪掳走 被欺诈的太叔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他将10机桶一燃物扔进垃圾车 然后一路急迟赶往飞品站 太叔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突破防线 紧跟一脚地板油撞进了丧彪的贼窝 下一秒 太叔直接开启暴走模式 他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救山姆回家 可不讲伍德的丧彪压根不给他单挑机会 还拎出战锤袭击了他 这是唯一能对太叔造成伤害的武器 听着对方一口一个好人嘲讽着自己 太叔这下彻底怒了 原来当年的那场大战 两大超级英雄都不是胜利的一方 战斗途中发生了意外 即使聂默西斯拼命营救 可还是没能救下萨玛利亚 也就是说 太叔的真正身份其实是聂默西斯 没了信念束缚 太叔体内的洪荒之力再度觉醒 随着垃圾车被他引爆 一场单方面屠杀就死开齿 太叔手持战锤越战越勇 丧彪自知无法逃脱 将山姆绑好后 果断让手下拉下发电厂电闸 打算让侧反运动彻底爆发 自己则戴上聂默西斯的面具迎战太叔 正所谓豪虎架不住群狼 太叔因为上了年纪的原因 一番暴力输出过后也产生了疲惫感 这正好被丧彪抓住机会 太叔拼尽全力抵抗 但体温却越升越高 终究历劫被对方一脚踹飞 炙热活害当中 太叔费力抓住地板 眼见悲剧又要上演 危在旦夕之际 山姆一把拽断钢管 赶在丧彪之前偷袭得手 太叔看准机会夺过战锤 接着使出洪荒之力把战锤掰弯 就这样将丧彪捆着扔进了火海 但自己也因体温过高 贪软倒地 山姆赶紧敲开消防栓 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恍惚间 太叔回想起当年大战的场景 萨玛利亚的牺牲 让涅莫西斯幡然醒悟 可能好坏是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但如何选择 终究全凭自己 换句话说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恶两念 要由自己来做正确的选择 影片最后 太叔将山姆救出火海 作为灾难唯一幸存者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他没有暴露太叔 而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萨玛利亚上映于2022年 由动作巨星史泰隆领先主演 剧情没有什么特别起伏 依旧延续经典的英雄套路 以个人内心的善恶两念为主体 表达出人性价值该具有的意义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